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石潮取救 这是蓬佩奥 蓬佩奥他说是下午四点 下午四点 那还得待一会儿呢 在美国西部发表演讲 那是美国西部的下午一点半大概 那主要的文章还没出来 这是华尔街日报登了一篇 刚才登了一篇英文的文章 我看在推特上有朋友推出来 如果大的标题的话就是说 蓬佩奥的演讲的演题 这演讲的题目就是 全世界自由的国家与中国人民和美国团结一道 干掉中国共产党 这是蓬佩奥直接向中共发出挑战 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 一个公正正常人的社会 加上中国人民与美国一道与我们一道 推翻中国共产党 大概就是这么意思 所以他变相宣布中国共产党是违法的 我会在他演讲完之后 我们稍微给我一点消化时间 我会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期节目 这是提前跟大家讲了 所以天灭中共2020在兑现中 我个人蛮感慨的 这些都是人们的行为 人们会在这种大的天象的背景之下 选择自己应该选择一个角色 你到底是与中共同在 还是与真正人的生命的尊严同在 你自己选择 那人们在选择的过程中 每一个国家无论你多么的发达 多么的强大 那你记住人战胜不了共产党 只能与神同行 在与神同行的过程中 你看到的天灭中共的故事 而这天灭中共是落实在人的行为中 背后有神的因素 所以他就永远可以 他就表现出他应该表现出的勇气 他的才智 以及他的幸运 他的运气 那中共就是一个被淘汰的 让给人们以深刻教训 被淘汰的生命的过程 那他一定是走到最后的 这是肯定的 所以这是我个人觉得蛮特别的了 而在七天之前 今天是23号 差不多吧 14号的时候 蓬佩奥连续在有关对主权的问题 南海的问题 连续发表自己的演讲 而且蓬佩奥在7月14号 首次美国正式否认 中共对南海的主权的 要求主权的说法 否认他的一切 公开否认 否认他一切的说法 那叫九端线 或者十二海里 那这就是他明确讲 各个国家在南海的主权的主张 如果遭到中共国的侵犯 美国将伸出援手 而美国三艘航空母舰群呢 美国三艘航空母舰群呢 就在整个南中国海 这个本身只是里根号 大概是 对不起 大概是里根号 所以他前后美国海军在 三艘航空母舰在印度 与印度海军 在南中国海与菲律宾海军 日本海军 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的海军 那都进行过联合的军事演习 就在今天23号 澳大利亚的海军 跟中共的海军相互对峙 出现了相互对峙的场面 然后就闪开了 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介绍 这个大的背景 那现在的问题呢 是出了故事了 中国解放军宣布大规模实战演习 它叫大规模实战演习 25号在雷州半岛以西 那是图标 7月25号到8月2号 在南海的门户 雷州半岛以西 海域进行大规模实战演习 并实施以叫封海公告 要跟美国对着杀 这是一种战争自材 这是战争自材 雷州半岛应该它还在很靠上了 它应该不在下面 它应该不在下面 这是很靠上了 就靠近自己的本土的位置了 如果 希望我没记错 李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 日本自卫队 澳大利亚国防军 和19号起在菲律宾 联合军事 三方军事演习 加上美国勒令 关闭中共领事馆 这是中美之间的 这种紧张程度出来 我们就单纯讲上头了 李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 跟日本和澳洲 在19号起在菲律宾海 南中国海进行 而在此另外一个叫什么 尼克兹号 比哥尼兹号 尼克兹号可能是 他到了印度洋 跟印度海军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同时的 另外一艘航空母舰 罗斯福号 在外海 没进入南中国海 在西太平洋 在游泳 其实它就是说 它是一种援助的概念 所以在整个太平洋地区 在整个围绕南中国海 和台湾海峡 有三个航空母舰群 环球时报 透过推特发布这个消息 这是个很奇怪的 为什么要借助环球时报 中共就说 如果借助环球时报 这个系统这么去发的 也就讲说 习近平跟王沪宁 完全是狼狈为奸的毒夫 他们根本不顾及任何其他东西 连这种事情都要给环球时报 去发消息 那环球时报成了什么了 对吧 大家能想想这道理吗 环球时报成了什么 很荒谬的 解放军 95180部队在公告中警告 届时将禁止相关海域一切海上运行操作 船只出海 擅自出海造成危险 自行后果 他在雷州半岛 他在锦上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在海南岛边上 那如果是这么个不知名的舰队 在那进行军事演习 貌似在南海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扔手楼弹呢 在南海炼扔手楼弹 我跟你说 十五八九是这个 这个东西 为什么环球时报做 是给宣传用的 来表示 面对美国人的强悍的挑战 我们绝不习大大 一定一抛尿 尿死他 我跟你说 放个屁 崩死他 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个关键事 这尿你得喝水 他才有尿 所以就找过县城了 小机枯油了 就变成小机枯油了 没可能叫什么95180部队 在雷州半岛进行大规模 你们家95180部队 到底是划的山板呢 还是耗的油水啊 我猜 这不是胡来吗 这是骗老百姓的 我说的意思就是骗老百姓 实战打把覆盖范围广 弹药威力大 有这么说话了吗 说你们家实战演习 我跟你说 我得用大弹子 我真的 你留心 对不对 人家习近平说了 这么一会儿我花了你 我跟你说 找一大砖头 三分之二的砖头 不开玩笑 三分之二 我这个个儿大 不对吧 肯定不对吧 人家美国人没这么说 人家美国人就说 我里根号去那儿的 我这罗斯福号去那儿 人没说 我要弹药非常的威力 我跟你说要打脑袋 打你脑袋上 不给你打出一个大包来 我跟你说 对不起 肯定出一个大包 不就这意思吗 擅自出海 被误诈误伤的风险很大 你是杀中国老百姓 有愚民呢这是 你肯定没杀别人 驻地广大群众 对自身生命安全负责任 切无擅自 打死你们活该 还是杀中国人呢 真诚 习近平要不是光着屁股做老大 没有第二个 绝对没有第二个 这就是玩笑了 封海公告 去年8月17号18号 在南海北部湾 进行过实战演习 触动了跟中国 在南海有领土争议的 那这个越南的神经 这是公告 这是位置 这是他实战演习的位置 就说在雷州半岛 所以我刚才讲述的故事就很意思 就那个意思了 开战了 对吧 人家绝不含糊 人家要开战 打成什么样不知道 所以展现出这种威风 那从标题上说 我们只能说 习近平要打仗 拿威力很大的炸弹 要打仗 你这味道不含 something